我九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女孩也过一段畸形的友谊,我先跟你说下大概情况,好让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二零一零年代初,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在一个非常混乱的家庭中长大,我父母感情破裂,而我其他的家人都饱受着精神疾病的折磨,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焦虑的孩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性格很内向,我和很多人一样,会在网络上宣泄对家庭生活不满和愤怒的情绪。 那时美国在线这款软件在美国很火,是朋友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就跟脸书一样。 不过,我跟那个年代处于青春期的小孩不太一样,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我会把自己的个人资料视为私密,从不接受不认识的人发来的关注或者好友申请,也从不在这些个人资料上分享我所在的位置。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谭亚。 谭亚不是她的真名,我不想用她的真名。 我和谭亚是在小学认识的,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那是我家里的状况很不稳定。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她当时应该也察觉到了,那是我很脆弱,而谭亚利用了我的天真。 一开始,她不会表现出自己真正目的,但是她会时不时做出一些不光彩的事,摆布着我。 让我要求我妈妈可以一直用电脑到凌晨,好让我们可以登上一些不良网站。 如果我没有把最喜欢的钢笔给她,就跟我冷战。 在我没能完美地用吉他,独奏出吉他英雄时,朝我大喊大叫。 我觉得她还对我干了别的事,只不过因为我的大脑自动把这些创身屏蔽了。 我妈妈也不喜欢她,父母对孩子的朋友总是有一些奇妙的直觉。 真希望,我能在谭亚做出那件事之前听了我妈妈的话。 我们11岁的时候,谭亚的行为变得更糟糕了。 谭亚嫉妒我能获得优异的成绩。 尽管她自己也非常聪明,但她总是嘲笑我成绩好,她总是评论说,我长得不够好看,能有个好成绩,这样可以平衡一下了。 她还对我的体重和长相冷嘲热讽,让我的自尊心备受打击。 直到现在,我已经22岁了,我才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身材也很不错。 由于她的嫉妒和对我日益增长的怨恨,她开始策划如何伤害我。 不是我说的夸张,这个女孩是真的想要毁掉我的自尊心,虽然她其实已经做到了。 这要从我六年级的时候开始说。 那一年我和坦亚的关系非常好,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跟她一起做。 我们会在学校里聊一整天,然后在手机聊天软件上聊一整晚。 某一天晚上,我和坦亚正在讨论男生,那时候我们准备进入青春期。 所有话题总是会聊喜欢学校里的哪个男生。 因为我和父亲的关系很糟糕,所以我不怎么信任男生,从小就是这样了。 因此,我很少对男生产生好感,我记得自己和坦亚的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你认识马克吗? 我班上的那个人,认识啊怎么了? 我听说他喜欢你。 什么?不可能吧? 真的,他跟我说的。 要不要让我跟他聊聊,然后把你的运户名告诉他? 可以啊,谢谢你坦亚。 当时我心跳加速起来,有男孩喜欢我,这不可能吧? 坦亚说要把我的账户用户名给马克的时候,我心里又激动又紧张。 11岁的我没法相信自己就要开始初恋了,但是我简直大错特错。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iPod Touch传来美国在线的叮咚声。 我看了下通知,发现是马克男孩久久发来的消息。 我不记得他的用户名了,所以就先这么说吧。 我的脸不油的红了起来,坦亚真的和马克聊了天,还把我的用户名给了他,突然觉得他对我真好。 他用了常见的开场白,嘿。 我也回复他,嘿。 我不想表现出很渴望跟他聊天,所以回复得很简短。 还不到一分钟,他就回复了我。 我们聊了一整晚,说了很多很多,讲述了我们的生活,学校,喜欢哪种皮筋,总之就是11岁的孩子会聊的那些东西。 我承认一开始就被他迷住了,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以前从来没有男生喜欢过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太自卑了,从来没想过会有男孩子喜欢我。 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马克是当时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男生之一,他会踢足球,能跟老师侃侃而谈,而且非常外向,这些对小女孩来说都很有吸引力。 我们聊了几个月,每次聊天,我对她的青涩感情就越深,但是我从来没有跟她通过电话,也没有她的电话号码,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啊,对吧?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坦亚就会为我鼓气,跟我说她有多么为我骄傲,说我值得拥有一个男朋友。 直到我试图在学校里接近马克的时候,我才开始有一点怀疑,我再重复一次,我这个人很焦虑,所以绝对不会在聊天软件以外和马克说话。 那时我过去跟她说话的时候,马克看上去很困惑,就好像她之前跟我从来没有聊过天一样,她转过身,走到操场上其他朋友身边去了。 这有点奇怪,感觉不太对劲,她跟我网上聊天的时候很健谈,我还以为她会张开双臂欢迎我呢,我的自尊心受挫了,我十一岁的小脑瓜试图为这一行为找借口,最后归结于她因为太受欢迎, 所以不想跟书呆子讲话,而是让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在线上。 我把这事告诉了坦亚,她看上去是真的替我感到伤心,她就跟我一样生气,还发誓说要在晚点的音乐课上跟马克对峙。 我很高兴坦亚这么支持着我,她说会告诉马克她对我有多过分。 那天晚上,我收到了马克的信息,她向我道歉,说她不应该忽视我的,她只是家里有点事,当时心情不太好。 我又坠入爱河了,我不在乎马克在学校无视了我,也不在乎她当面拒绝了我的嗜好,只要她能在网上跟我聊天,只要坦亚支持我,我就不在乎了。 我还告诉了妈妈我跟马克的事情,她也很替我开心。 又过了一个月,现在是2011年3月31号,马克给我发信息说,明天要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开始有些焦虑,会是什么事呢? 她要告诉我什么呢? 其实那时我以为自己和马克已经是男女朋友,所以我很焦虑,觉得她要么是要和我分手,要么是明天要在学校公开我们的关系。 我告诉了妈妈和坦亚,我特别兴奋,也特别紧张。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011年4月1号,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时大约是晚上七点,跟往常一样,我待在企鹅俱乐部里,这时我听到了熟悉的叮咚声,是马克,我等了一天的消息终于来了。 嘿,宝贝。 嘿,我一个晚上都在等你来找我聊天呢。 对不起,宝贝,让你等了这么久,你准备好了吗? 这时我已经期待得有些发抖了,即使是现在,我还能感觉到强烈的情绪。 早就准备好了。 这时马克发来一张照片,我打开了。 不过,那上面不是马克,而是坦亚。 他拿着一张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愚人节快乐,哈哈。 我一开始笑了起来,是很难堪地笑着,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切是个恶作剧,坦亚一直在骗我。 我突然明白过来,然后哭了起来,我感觉自己被背叛了,感觉自己是个小丑。 坦亚一直躲在马克的皮囊后面,从2010年10月开始,就在策划这个玩笑了。 他太嫉妒我了,所以在知道我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还伪装成别人来扰乱我的情绪。 他说我从一开始就太蠢了,竟然会觉得马克喜欢我,还说我特别笨,都不知道问马克要手机号。 这事坦亚已经做了六个月了,一个11岁的女孩利用马克,让我以为有男孩喜欢我,以为自己有男朋友。 在做出这一切的同时,还在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告诉我他多么为我高兴,说马克和我很般配。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妈,然后他给坦亚的妈妈打了电话。 我妈妈非常生气,他告诉坦亚的妈妈,让他女儿再也别来跟我说话了。 我崩溃了,我三年里最好的朋友欺骗了我。 只因为他想开个玩笑。 我对他很好,而他却玩弄了我的感情。 准备要上七年级的后面那几个月里,坦亚多次试图让我内疚,让我再次成为他的朋友。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是他在我八月过完生日之后几天给我发来消息, 说他妈妈在一次严重的车祸里去世了。 他的身体被撞成了几块,他们只找到了他的头和结婚戒指。 我很难过,因为坦亚的妈妈一直对我很好,得知她以这种方式过世,让我的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 我开始重新跟坦亚说话,问他妈妈的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说完他母亲过世的可怕细节之后,过了几秒钟,坦亚却说自己是在开玩笑,他又捉弄了我,还说我真蠢竟然相信了。 他还发了一个嘲笑我的视频,我觉得好恶心,怎么会有人编造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人说自己的母亲在车祸中惨烈去世呢? 刚上七年级的时候,他表露出了自己邪恶的意图。 他跟一个叫凯莉的女孩成了好朋友,他们俩邀请我,跟他们坐一张桌子吃午饭。 我当时非常想交朋友,所以傻傻地同意了,但得到的只有侮辱和嘲笑。 然后有一天晚上,坦亚给我发消息让我自杀,说如果没有我的话,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他还让凯莉叫我去跳河,坦亚说他恨我,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真的跟我做朋友,还说一年前,他让我所经历的事都是我活该。 我把这话告诉了我妈妈,然后我妈妈报警了,他已经受购坦亚了,我也一样。 对于坦亚充满恶意的行为,我已经忍受了四年,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妈妈让我注销了AIM账户,而坦亚的妈妈也叫她不要再联系我了。 我妈妈还建议我换个地方吃午饭,但我不想让坦亚得逞。 整个七年级,我都和坦亚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只不过,我是在餐桌的另一头和朋友们聊天。 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也没有看过她一眼。 那时之后,凯莉也特别怕我,因为警方也联系了她的家人。 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我还是没有理过坦亚。 我现在二十二岁,有两个学士学位,一个是心理学,一个是历史学,目前正在攻读临床社工的硕士学位。 坦亚还对我做出过别的事,那些事也让我记忆犹新。 但是我觉得,现在说出这件事,能给我治愈多年来留下的童年创伤。 好在我妈妈当时陪在我身边,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至于坦亚,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要是她碰巧看到了,我有句话要送给她。 很抱歉,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的愿望没有成真,希望你不要因此遭到报应吧。 这事儿大概发生在十年前,我当时十五六岁左右。 在我的国家,合法的饮酒年龄是十八岁,所以如果你想要喝酒,但是又没有父母带着你去买的话, 那你就必须得在授权卖酒的商店外面等着,直到某个路过的人同意进去帮你买。 所以我们就在那等着,找到了一个愿意进去帮我们买酒的人,让他帮我和朋友们买了几瓶福特家。 当时有两个朋友和我在一起,其他人晚点和我们碰面。 当时差不多是傍晚六点,因为路上人很多,我们觉得在那儿把福特家倒进不那么显眼的瓶子里风险太大了。 所以就跟往常一样,我们找到一家附近的餐馆,迅速跑进去,在厕所里倒酒,然后就可以上路了。 这次我们选择了附近的一家麦当劳,我们以前也在那儿干过,所以知道这里很安全。 就和之前无数次的做法一样,我们走进麦当劳,静止朝厕所走去。 进到厕所里以后,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就叫他们哈里特和卡拉吧。 我们霸占了一个隔间来干这件事,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去喝酒。 这种方法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我们常常会选择到这家麦当劳来,因为这里总是有很多人,所以没人会留意到三个青少年什么东西都没买就跑进了厕所。 我们三个在那里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突然听到头顶传来东西动来动去的声音,我想可能是空调的声音,就没有告诉朋友,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会吓他们一跳。 我们倒完酒,正准备离开隔间的时候,听到一阵哥哥的笑声,小妹妹,准备去哪里啊? 我当时打扮得像女孩子,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的额头和眼睛,他看上去差不多三十岁,正从天花板上往下面盯着我们看。 我们都吓呆了,只是站在那里盯着这个男的看,他继续朝下面的我们笑着,问我们叫什么名字,要去哪里,他能不能一起来。 我们都吓呆了,因为说实话,谁会觉得麦当劳的天花板上会有一个陌生的男人? 但我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必须要站出来保护大家,于是我告诉那个家伙说他是个变态,让他赶紧滚蛋。 那个男的好像很享受这一切,他又笑了笑,继续在天花板上挪来挪去,视线根本没有从我们身上移开过。 那个男的还是盯着我们继续问问题,比如你们多大了,你们住在哪里,我能不能喝一点你们的酒? 这期间始终在我们头上扭来扭去,接着他开始翘起那块天花板,我们都和头顶的这个男的困在一个隔间里, 我们知道他想下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我们的头顶下来。 所以这时我们快速离开了,我们跑到外面讨论该怎么办。 后来,我决定回去告诉里面的人,因为这家麦当劳里人很多,我知道直到打烊之前,都会一直有女人和孩子进出那间厕所。 我不想冒险让那个变态待在上面偷窥他们,尤其是我知道了他在那里, 而且亲眼目睹了他的行为。 所以我走进去,告诉一位员工说,我在厕所里待了很长时间打电话。 我当时很害怕,不敢说出真相,我怕他们报警。 他们听了之后特别的生气,然后我看见几个男性员工进到了厕所里, 我想他们会处理好的,所以我就走了。 之后,我们还是会到那家麦当劳去,我们也不确定,那个天花板的男的有没有被抓。 后来,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也没有再遇到过他了。 几个月前,我爸妈去旅游了,我帮他们看家并照顾狗狗。 那时候我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后来认为是自己太疑神疑鬼了。 那些天里,每次我带狗出去的时候,它都会突然在之前从来没有闻过的地方, 尤其是每扇窗户下面闻来闻去,也幸亏他的反常举动, 让我发现在一扇窗户下面有两个大脚印,静止朝着我们的客厅和餐厅。 大约同一时间,我注意到一个之前从来没见过的男的,在我们街上走来走去。 我当时住在美国一个很小的中西部城镇,在我看来,他有一些奇怪的行为举止, 比如跟我长时间的眼神接触,路过时一直伸长脖子盯着我看, 并从不回应我的微笑,问好或者招手。 我决定再对他挥挥手,但他还是没有任何回应,只是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装作要跟着他,他加快脚步,然后突然转了个弯,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前段时间,我帮爸妈去美容室那儿接狗回来,因为美容院就在这条街上, 而且这是个安全的郊区,我出门办事的时候经常不锁门。 我带着狗回家时,我一进门,就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可怕的感觉, 是有东西的位置变了吗?反正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往地下室扔了一堆衣服,然后迅速站起身四处查看,并没有发现有人。 接着,我到厕所去检查自己的妆容, 却在这时,我往左下方看了一眼,发现马头里有排泄物, 没有厕职,也没有冲水,整个早上家里都只有我一个人。 我立刻拉开玉帘,开始害怕到有些发抖。 我确定那里没人后,立马关上厕所门,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我报了警,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到了, 美国检查搜查了整栋房子,让我检查自己的笔记本, 看有没有其他人的浏览记录,还让我检查冰箱, 看有没有食物不见了,还让我检查所有的贵重物, 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排泄物,我家人也都不会上完厕所后不擦或者不冲水。 我知道有人来过这里,但因为我喜欢看恐怖电影, 他们都觉得是我疑神疑鬼了。 虽然大家都不相信我,但是我知道那天肯定是有人潜入我的家里了, 在那之后,我外出一定会锁好门窗。 我坐飞机的时候,发现坐在前面第五排的一个男人在看我,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因为当时我很累, 加上要坐飞机,就更让我身心疲惫了。 一想到要在经济舱里坐上十个小时,我的心情就很烦躁, 所以我想法子找一个能分散我注意力的东西, 但是前面那个男人让我很紧张,很不自在, 我没法忽视他的存在。 我就是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不好的感觉。 当时我拖着行李上飞机,他已经坐好了, 我真的很讨厌坐飞机,那时我卡在了过道上, 等着前面那个人费劲地把他一个很大的行李塞到行李架上去。 他的妻子讲着西班牙语,在用很快的语速生气地骂着他。 我扭过头,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因为这次要飞很久,如果我现在都没法保持冷静的话,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更不好过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目光和那个男人对视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长着一张大众脸, 没什么特别能让人记住的地方, 普通的棕发,棕色的眼睛,中等身材。 要是把他放在一堆人里,我觉得我肯定没法认出他。 总之,他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了。 我不由自主地对他笑了笑,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痛苦的乘客, 但他没有回应我。 我前面的那个男人又骂起来了, 开始试着把行李塞到他前面的座位底下。 我看了他一会儿, 等我再次环顾四周时, 我发现那个没什么特点的男人正看着我, 和之前一样面无表情, 只是稍微皱了皱眉。 要读懂他的表情是件不可能的事。 我心里想着, 我该不会引起了他的兴趣吧。 等到终于能越过那个男的走过去的时候, 我松了口气。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 把书包放到头顶, 手提包放在前排座位底下, 然后坐下来, 试着不去想象那些可怕的飞机事故, 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 我坐在过道旁边, 所以能看见那个男的。 乘客涌进机舱, 而他用手指敲着座椅扶手。 在人流和行李之间, 我好像看到他转过头想看我一眼, 但飞机起飞后, 他就没这么干了。 后来, 我看见他朝我这边扫了一眼, 但之后他就开始滑手机, 可能他是想转一点注意力吧。 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那是一架从多伦多飞圣保罗的航班, 所以大多数乘客都是巴西的游客或移民, 比如我自己, 就是要回去探望家人朋友, 但感觉, 那个男人不像是任何一种。 我一边看着他玩手机, 一边告诉自己, 或许他就跟我一样, 只是一个紧张的乘客, 跟我一样讨厌坐飞机, 但是为了躲避加拿大的寒冬, 不得不前往巴西的某个温暖的地方。 就在这时, 我意识到他的手机关机了, 他已经拿着手机摆来摆去, 至少一个小时了, 屏幕一直黑屏, 他没戴耳机, 也绝对不是在打游戏, 也不是在看电影。 过去一个小时里, 他把手机当作镜子, 一直在看我, 不知怎的, 我竟成了他在飞机上的娱乐活动。 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 这样会显得我很弱小, 我不想让他觉得, 我是一个容易被欺负的人。 我在那坐了一会儿, 思考该怎么做, 我的心跳也逐渐加速。 很多人说, 遇到让你不舒服的变态的时候, 要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 我也很赞成这种做法, 但我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他做了什么错事, 我也不想被其他人当成没事找事的麻烦女人。 我小心翼翼地抓起手提包, 朝飞机后面的洗手间走去, 但我没有进去, 而是在配餐室找到一个乘务员。 你好, 有没有什么办法给我调个座位? 我问他, 他看起来有点恼火, 因为这架航班比较急, 空座位不是很多, 不过我一解释原因, 他就皱起了眉毛。 你说的是坐在26H的那个男人? 我松了一口气, 看来陈无员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多疑。 对, 就是他。 他看了看那个方向, 轻微的恼火变成了不耐烦, 然后说, 机舱后面还有一个空座位。 我谢过他, 在最后一排坐了下来, 气流颠簸会让我觉得恶心, 但至少跟那个变态隔开一点距离, 会让我觉得安全点。 我安顿下来, 吃过难吃的飞机餐, 用手机在一个很有意思的播客上 听了几期节目, 慢慢地也开始放松了下来, 我还睡了一觉。 过了一会儿, 我睁开眼睛, 被吓了一跳。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 好像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 他又在盯着我了, 只不过, 这次他不再藏着掖着, 他直接站在那儿, 站在过道的另一边, 掠过其他睡着的乘客看着我, 或许假装睡着是更明智的选择, 但我不想让他觉得这样可以吓到我, 所以我大声地问, 你想干什么? 我声音很大, 语气中带着怒火, 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 我看见那个乘务员朝他走了过去, 那个男人却一点都没畏缩, 还在和我四目相对, 他笑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不一样的表情, 但我不喜欢, 他看上去很得意, 就好像知道了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 乘务员还没说话, 他就转身走开了, 乘务员问我要不要再换个座位, 但我觉得这没什么用, 坐飞机有一个特点就是无处可逃, 但同时他也没法对我做什么, 离落地还有四个小时, 在此之前, 那个男人都没有来骚扰我, 我也没有离开过座位, 落地之后, 我等所有人都下了飞机才走, 好留意那个男的, 我在飞机最后面看见他离开了, 不过他这次没有回头看我, 我确认他已经离开, 而且过道上没有其他乘客之后, 我谢过乘务员, 回到原本的座位去拿行李, 我并不急着赶三小时后的转机, 但瓜鲁柳斯国际机场, 是我见过最不可靠的机场之一, 拿到行李之后, 我必须先过海关, 然后再次过安检, 接着赶到机场另一端去做国内航班, 这些步骤会花掉我至少一个小时, 要是赶飞机的人多的话, 还会耗费更多时间, 我对这些事很担心, 但更让我担心的事情还在后头, 因为我从头顶的行李架上拿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件事, 我的标签不见了, 那个标签上有我的全名, 手机号码, 还有我在加拿大的住址, 那是三个星期前的事, 我现在准备坐飞机回多伦多了, 我不知道, 到那里之后自己该怎么办,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我就是那种你在动物园或者游乐园里会看到的, 带着牵引绳的小孩, 这东西二十年前就有了, 现在不那么常见了, 它最初是绑在手腕上的, 它对我来说是个必需品, 因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我总是会从家人身边跑丢, 下面就是我走丢的经历之一, 当时我大约六岁, 和我妈妈还有姐妹们一起去了动物园, 每次全家出游之前, 我妈妈都会叮嘱我不要再乱跑, 否则她就要惩罚我了, 我妈妈是一位说到做到的严厉母亲, 作为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她必须要这么做, 我并没有想过要违抗她的意思, 但有时候我就是容易被外界的东西给吸引了, 那天也没什么不同, 我乖乖地跟大家在一起待了一会儿, 但是一只蝴蝶吸引了我的注意, 然后我就跑开了, 等我终于意识到, 自己又一次跟妈妈还有姐妹们走散了, 我慌了起来, 开始在动物园里到处找他们, 特别害怕我妈妈会作何反应, 过了一会儿, 我不知怎么想到, 如果我走到外面找到我们的车, 然后在那儿等着, 我的家人肯定会找到我的, 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但没几分钟我就迷路了, 我走到了一片奇怪的街区, 试图找到我们的车或者回动物园的路, 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好陌生, 我哭了起来, 我妈妈当时肯定很生气, 然后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 他看上去很普通, 大约40岁, 问我是不是迷路了, 我解释说自己在参观动物园的时候和家人走散了, 现在正在找回去的路, 那个男的说他刚从动物园那边走过来, 看见有一家人站在入口附近, 正在等一个小女孩, 说这个小女孩有一头金色的头发, 戴着一顶棒球帽, 这应该说的就是我了, 我没法相信自己竟然这么走运, 不过他说那距离这里还是有好几条街远, 所以提议让我坐他的车, 不过他提到自己的车, 这让我终于犹豫了起来, 我说家长不让我上陌生人的车, 然后他说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我看上去很聪明, 可以判断是否应该相信一个人, 我不记得他具体是怎么说的了, 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还说刚才他跟正在找我的父母说过话, 所以他不完全算是一个陌生人, 但是这听上去不太对劲,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和我爸爸说过话, 其实我爸爸去年已经去世了, 他说是真的, 这时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虽然还没意识到自己身处危险中, 只是对一切都觉得很困惑, 很害怕时候我妈妈会有多生气, 最终我的哭声吸引到了旁边一个停车场保安的注意,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那个人和保安走到一边, 开始解释现在的情况, 但是言辞模糊, 听上去就好像他是我的父亲, 而我们正在找他的妻子, 那个保安看上去相信了他, 指了指通往动物园的正确方向, 那个男人谢过保安, 拉着我的手准备离开, 那个保安最后看了我一眼, 用一种友好的, 耐心的语气问我为什么还在哭, 我告诉他说, 我爸爸已经死了, 有那么几秒钟, 他看上去很疑惑, 然后问我这个男人是不是我爸爸, 我又跟他说了一遍, 不是, 我爸爸已经死了, 突然, 他的整个表情和动作都变了, 他转过身去看着那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试图解释说, 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我的爸爸, 保安肯定是误会了, 还说, 他只是在帮我找我的妈妈, 保安说, 他很感谢那个男人的帮助, 但是现在不需要他的帮助了, 然后那个男人立刻离开了, 我把整件事都解释了一遍, 打过一个电话后, 他把我送到了动物园的门口, 从停车场转个弯就到了, 然后有人把我们带去了保卫处, 我妈妈和姐妹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幸好当时那个保安及时出现, 我也非常感谢他多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去了解我的情况, 否则, 事情的结局可能会不一样。 这件事发生在2009年夏天, 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警察, 并且表现很出色, 就在我准备向女朋友求婚的同一天, 她向我求婚了, 所以那一天真的很特别, 但紧接着, 那个晚上发生的事, 让我永远无法忘怀, 那是2009年5月, 我和我的新人搭档, 在这里, 我就叫他小伯吧, 当时我们正在红木街巡逻, 听调度员说, 我们附近的区域发生了家庭暴力事件, 这正是向新人展示我实力的好处, 所以我接下这桩差事, 决定去看看。 在开车前往那栋房子的路上, 我能看到, 那条街上的住户很安静, 几乎就像被废弃了一样, 看上去就像没有人住在那里, 但我没放在心上, 我把车停在目的地, 他看上去是一栋很普通的两层楼房, 我打开门走下车, 小伯就跟在我身后, 我们跨过台阶走到门廊上, 立刻就看到前门打开了一点, 我拔出枪并示意小伯做好防御, 我觉得不应该从前门进去, 所以绕到后面, 然后看见后门也开着, 我和新人轻轻地走了进去, 突然间, 小伯大喊一声, 想看看屋里有没有人, 我知道这是典型的菜鸟行为,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 我敲了敲他的头, 但看起来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 客厅很普通, 中间一张地毯, 四周围着几张沙发, 像样板房一样, 我决定到楼上去, 武装好的小伯跟在我后面, 走到楼梯尽头后, 我看见走廊里有三个房间, 有一间门开着, 我们走了进去, 房间里灯火通明, 墙上写满了笔记, 都是些故事的构思, 桌子上还有一份手稿, 我推测这栋房子, 或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一位作家, 小伯在房间里四处查看, 而我拿起手稿开始阅读, 他讲述了一位来自维多利亚时期的女士, 被残忍杀害的故事, 手稿上是这样写的, 当我阅读这份简短的手稿时, 小伯去了与这一间相邻的第二个房间, 他打开门, 然后叫我过去, 我放下手稿过去找他, 这时我的视线落在了这个房间, 我觉得, 很奇怪, 这间房看上去像是来自维多利亚时期, 也许这个作家正在为那个故事做角色扮演, 我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走了进去, 这些道具很逼真, 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真的来自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具, 或许是保存下来的, 接着我走出去查看最后一个关起来的房间, 在我开门的同时, 小伯拔出了他的枪, 准备面临最糟糕的情况, 我们不能冒险, 毕竟身处在一栋未知的房子里, 门开了, 我们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房间很破烂, 周围黑漆漆的, 灯泡座里没有灯, 看上去房间里也没有电, 这个房间可能正在重新装修, 小伯和我检查了这个房间, 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 只有几个油漆筒和刷子, 我们关上身后的门走了出去, 我走进第一个房间, 发现有点变化, 床上有一个保利来相机, 这个相机刚才在这里吗, 小伯, 我一边说一边回头看小伯, 因为可能我漏掉了房间里的一些细节, 但是他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看了看这个保利来相机, 把它拿了起来, 他启动了, 发出打印照片的声音, 照片很快打好掉在了床上, 我没有立刻去拿, 小伯把他捡了起来, 当他看向照片的时候, 我能从他的脸上看见恐惧, 他吓坏了, 他把照片给了我, 我看着照片也吓呆了, 照片上是我们两个从巡逻车上下来, 是在这个房间的窗口拍的, 我吓坏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房子里根本没有人能拍下我们抵达的照片,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相机又打出了一张照片, 这次上面是在维多利亚风格房间里的我和小伯, 但拍摄角度在墙上,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楼梯和走廊, 让我瞬间毛骨悚然的是, 我注意到照片中, 门后的走廊角落里, 蹲着一个黑影, 正在窥视我们, 在给小伯看照片的同时, 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 而她的表情就更加难堪了, 同时, 相机又打出了另一张照片, 这一次是在暗房里的我们两人, 我们都在黑暗中探索那个房间, 而角落里有个人影, 那是, 一个, 穿着维多利亚时期服装的女人, 我呆住了, 我看着她的表情, 那非人的笑容在她的脸颊上蔓延开, 像野兽一样, 但我们怎么会没注意到呢, 相机又打出了一张照片, 这次是第三个房间打开的门, 一个女巫从门里走出来, 相机打印完毕后, 我们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于是我们立马跑了起来, 我们没有回头, 只是用尽全身力气奔跑, 我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小伯也把车门关上, 我发动车子, 把相机扔到后座, 加速冲出了街区, 我们回到警局的时候, 大约是十一点, 小伯正试图恢复镇静, 我们在那栋房子里看到的东西, 不属于这个事情, 那个女人和她脸上非人的笑容, 让我一想起来就发抖, 但我们把照片落下了, 所以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 留下的只有我桌上的那部相机, 小伯收拾东西离开警局回家了, 他很害怕, 我也一样, 但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 那部相机摔了一下, 打出了最后一张照片,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打出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车里的我和小伯正加速离开那栋房子, 那个女士在后座上朝前看着, 露出了笑容。 1月份我和几个关系很好的家人朋友, 一起去了美国华盛顿特区, 我来自于一个人口约为1100的美国小镇, 从未去过华盛顿这么大的城市, 特别害怕自己会被偷或者被抢劫什么的, 因为电视节目让我相信, 华盛顿这么大的城市, 街道肯定特别拥挤, 甚至走路都很困难, 导致偷强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 当旅行结束的时候, 没有发生任何这样的意外, 我为此松了一口气。 在华盛顿机场时, 原定早上6点的航班, 由于天气原因延误了三四次, 等我们终于抵达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时,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这就导致我们没法按照原定计划, 当晚开车回家, 除非实在没办法, 我们也不会在飞机上上厕所, 所以等落地的时候, 我已经快忍不住了, 所以我和朋友的妈妈一起去了卫生间, 从隔间出来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个女保安正站在门边, 我没听见有其他人走进这个空无一人的卫生间, 所以有点困惑, 但我只是对她笑了笑, 然后就洗了手, 大约十秒钟后, 有人冲了厕所, 从隔间出来的不是我朋友的妈妈, 而是一个看起来很诡异的男人, 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衫, 戴着灯帽, 机场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他低着头迅速走出了卫生间, 工作人员跟着他走出来, 对他说, 这里是女厕所, 当时很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 我并没有多想, 但第二天我明白了过来, 一个穿着黑色运动衫, 戴着兜帽的男人出现在女厕所, 而厕所的标志非常明显, 当时是午夜, 机场内几乎空无一人, 再加上他走进去的时候, 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这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 我不记得有听到任何脚步声, 或者上厕所之类的声音,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没有用过厕所, 而只是假装冲厕所, 我在心里多次感谢那个保安注意到了这一切, 否则我很可能会遇到危险,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他可以很容易地朝我扑过来, 直到保安跟那个男人说话之前, 我连头都没抬过, 但是我一抬头, 就觉得那个男人散发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气场, 而他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 这可能就是我经历过最吓人的事情了, 如果女生们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向保安举报, 避免他们获及其他女生, 这件事发生在埃及, 大约在二到三年前, 我当时二十岁, 是一个学法律的埃及男孩, 为了准备噩梦般的奇目考试, 我几乎不怎么睡觉和洗澡, 所以我的胡子长得很长, 看起来很邋遢, 而头发则变成了柔软卷曲的爆炸头, 总之, 我看上去很糟糕, 为了讲清楚这个故事, 我得告诉你们一点背景知识, 大约十年或者五年前吧, 在埃及有这么一个叫做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 成员是伊斯兰教徒, 很多都是长胡子, 埃及那时候爆发了一场斗争, 之后, 这个组织的成员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这意味着, 在埃及, 如果你有一副长胡子, 你就可能会被当作恐怖主义者, 几年过去, 时局已经不那么紧张了, 而二十岁的我当时焦虑, 压力大, 我不想挂科, 所以那时候我的状态很差, 长着非常凌乱的胡子和头发, 那天我奇目考快迟到了, 我一边快速走着, 一边在认真的念着笔记, 一个穿便服的男人让我停下来, 我没有搭理他, 因为我正急着赶路, 而且我当时精神紧张, 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被笔记上, 于是他跟我说他是个警察, 我变得更焦虑了, 我紧张兮兮地问他, 什么, 给我看看你的证件, 他说跟我来吧, 你难以想象我的感受, 我当时浑身都在发抖, 我什么都没做错, 为什么要拦住我, 我会被送到警察局去吗, 我的奇目考怎么办, 而且他也有很大可能, 是个危险人物, 他开始抓我的胳膊, 我大声呼救, 但没人来帮我, 那些路人只是看着我, 然后就走过去了, 接着, 这个男的用胳膊肘勾住我脖子, 把我拖到一家没人的咖啡厅, 我心想, 完蛋了, 我今天就要死了, 开始低声祈祷起来, 他们跟我说, 让我先冷静下来, 然后他们让我坐下来, 那个主管和他的团队成员都穿着便服, 那个主管对我喊了起来, 要么你给我闭嘴, 要么我把你送到局里, 去进行三个小时的调查, 你自己选吧, 这时我浑身发抖, 都快要哭出来了, 这是个耻辱的经历, 他们把我的身份证拿去调查, 我则一直解释说, 自己有一个法律考试得赶过去, 他们让我保持安静, 不要动, 否则他们会再多花点时间, 幸好, 其中一个警察对我很友好, 他一直问我关于考试的问题, 还看着我的笔记跟我说话,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被搜身, 直到他们拽了一个比我大得多, 但是有着很长胡子的人进来, 并且问他兄弟会的事, 然后他们问我为什么留胡子, 我回答说, 我没时间注意个人卫生, 因为我在准备期末考, 然后他们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 问我有没有亲戚或是认识的人参加了兄弟会, 我告诉他们, 我不认识这样的人, 我和家人也不认识, 他们终于在数据库查完了我的信息, 然后把身份证还给了我, 接着问了一个让我真的无言以对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呼救? 我不可能告诉他们说, 是因为他们暴力拉拽我, 对吧? 所以我只是说自己以前被这样抢劫过, 而他们听后都嘲笑了我, 我最后和那个主管道了歉, 因为我当时真的又着急又害怕, 我最后赶到了考试的教室, 但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没法带着笔记进去, 我当时太生气了, 所以没有把笔记藏起来, 而是把它扔掉, 然后进了教室, 我做完了所有会做的题, 但我没法集中注意力, 每次下笔写字的时候, 我都会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所以我努力把卷子填满以后, 我就交卷离开了, 我只想快点回家, 所以这一门课, 我只拿了个及格, 有时我会突然想起这段回忆, 每次想起来的时候, 我都能感受到当时受到的那种羞辱, 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这让我觉得很糟糕, 因为如果再次面临这样的情况, 我还是什么都干不了。 我当时只是在清理美国警局储藏室里的旧磁带, 周围没有人, 为了自娱自乐, 我打算听一听那些对目击证人和嫌疑人的旧审讯记录, 一个接一个, 我在播放器里放了很多, 其中一部分还挺有趣的, 比如有一卷磁带里, 两个女孩参加聚会, 因挥霍钱财引起一场决斗而被逮捕了, 出于某种原因, 我没有碰凶杀和其他严重案件, 经过一番仔细的筛选, 我很快看到了这一卷磁带, 上面只写着哈里斯, 在好奇心趋势下, 我把它塞进了播放器, 就是这卷磁带, 让我最终决定辞职, 我当时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辞职的事, 而这卷磁带, 就是让我下定最后的决心, 我把整盘磁带的内容, 都在这里转写出来了, 如果有什么错误, 请大家谅解,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使用那些全民, 不过别浪费时间上网搜索了, 你什么也找不到的, 相信我, 我已经试过了, 播放器里传来了很响的风扇旋转声, 然后有人在咳嗽, 一字枝嘎作响, 有人坐了下来, 好的, 和我们在一起的是, 一遍记录在案, 你能说一下自己的全民吗, 德斯蒙德哈里斯, 不过我妈妈以前会叫我德斯, 你也可以这么叫, 呃, 我还是叫你哈里斯先生吧, 你能不能从头到尾的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从头开始, 是的, 从头开始, 好吧, 这件事要从我第一次回家找我妈妈的时候说起, 她最近生病了, 所以我想去照顾她, 是在你家吗, 是在一座叫做, 的小镇, 就在这座城市旁边, 你有时间可以去那转转, 那里的人真的很友善, 我记得有一次不小心困在了一棵树上, 而我家里又没有人, 所以我就尖叫大喊, 希望有人能听见, 哈里斯先生, 请不要转移话题, 好的, 我那时候回家去见我妈妈, 她很开心, 她在不知道我要回去的情况下, 已经做好了我最喜欢的早餐, 我从小就知道她的直觉特别准, 那你是什么时候回到老家的? 呃, 12月, 不, 2003年11月31号, 对, 对, 就是那个时候, 阿里斯先生, 11月没有31号, 没有吗? 不好意思啊, 那就是12月1号了, 我这人总是搞错日期, 有个人尴尬地笑了笑, 他准备好了我最爱的早餐, 脸上带着笑容,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开始怀疑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他在微笑, 所以你怀疑有问题, 不是微笑, 是咧嘴笑, 我妈妈总是笑得很优雅, 温柔, 但那次,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那不是他, 而是那个寄生虫, 寄生虫, 什么寄生虫, 那不是普通的寄生虫,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注意到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 真的很不同寻常, 你能举几个例子, 说明一下你觉得奇怪的事情吗? 比如说, 有一天晚上, 我正坐在客厅看电视, 当时在播海绵宝宝, 你知道那一集吗? 就是章鱼哥和海绵宝宝 给顾客送披萨那一集, 我真的很喜欢这几集, 总让我回想起小时候, 还有, 哈里斯先生, 哦, 好的, 所以我正在沙发上看海绵宝宝的时候, 听见沙门摔上的声音, 就是外面门廊里的那扇门, 那天晚上风并不是很大, 而且那扇门是锁着的, 所以我起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然后, 哈里斯先生的声音突然消失了, 哈里斯先生, 你发现了什么? 声音又响了起来, 现在听起来有点破碎, 我妈妈, 他就蜷缩在阳台椅子边, 身体像个木马一样, 前后摇晃, 所以我朝他跪了下来, 说, 妈妈, 天气很冷, 要不你回屋里去吧, 然后, 他用空洞的眼神往上看了看, 那双眼睛里, 没有一点儿生命力, 然后他张嘴就, 就尖叫起来, 接下来几秒, 一片寂寂, 然后, 我就确定了, 那个寄生虫又回来了, 他已经带走了我父亲, 现在又盯上了我妈妈, 他会抓住他, 侵蚀他, 玷污他, 我, 哈里斯先生, 哈里斯先生, 你还好吗? 行了, 行了, 别装得好像你很关心我似的, 我知道, 时间不够了, 我会接着说的,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看着妈妈的情况逐渐恶化, 他变得很虚弱, 眼神有理, 从不在任何地方停留, 他变得一惊一乍, 最轻微的声响都会吓到他, 有时候好像也很怕我, 而那该死的寄生虫, 现在已经慢慢地完全占据他了, 你觉得那个寄生虫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也碰到过只东西, 在我爸爸身上, 我知道, 同样的事情, 又发生在妈妈身上了, 被丛里向外掏空, 发疯, 然后就, 别提了, 有一天, 我醒过来, 下床去上厕所, 我没穿拖鞋, 也没穿袜子, 走到厕所门口时, 我踢到了一个, 表面黏糊糊的东西, 然后滑倒了, 当我低头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后, 我真的希望, 当时我没有看到他, 根据你之前的记录报告, 又咬了口气, 又咬了下来, 你因为这点是生你妈妈的气了? 完全没有, 不过, 我觉得很恶心, 但我妈妈已经帮我擦掉那些粪便很多次了, 从那之后, 她再也没从房间里出来过, 她病得一天比一天严重, 都快没法跟我说话了, 她常常在地毯, 或随便什么地方尿尿, 房间里也臭烘烘的, 有一天, 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清理干净, 但是必须得戴上口罩才能忍受得了, 就在她枕头上,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 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雪块, 黑色, 黏糊糊的, 很是恶心, 就像胶油一样粘稠发亮, 那东西大约有碟子那么大, 扭曲着, 慢慢搏动, 就像人的心脏一样, 没跟你开玩笑, 我当时差点吐了, 当我戴着手套触碰她的时候, 一群苍蝇飞出来站满了房间, 你妈妈,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谁知道她枕着枕头上的这碗叶 睡了多久了, 不过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那些蛆虫都长大了, 然后那天和接下来的一天里, 我能看到周围有个黑影, 只要妈妈在房间里, 那个黑影就会在, 就待在我视线的角落, 要是我只是她, 就又不见了, 我在父亲身上也经历过这事, 我看见黑影围绕她的那一天, 就是她死去的那一天, 妈妈, 也是这样, 那个男人崩溃了, 可以从磁带里听见她的抽携, 你妈妈是怎么死的? 就是那个寄生虫, 那个寄生虫杀死了她, 那该死的寄生虫, 它从内到外咬她, 然后杀死了她, 她杀了我妈妈, 哈里斯先生, 是不是你杀了你妈妈?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你别在这瞎说, 接着, 传来一声撞击和喊叫声, 一扇门打开了, 尖叫声越来越响, 最终消失在关闭的门后, 一片沉寂后, 然后响起一个颤抖的声音, 我是布莱顿警官, 56岁的德斯蒙德·哈里斯, 被指控以慢性下毒的方式, 谋杀了72岁的格力塔·哈里斯, 同时也被指控, 30年前谋杀了当时47岁的特伦斯·哈里斯, 该调查仍在进行中, 抗辩人以精神错乱为由, 抗辩其无罪。 事情从一开始就很糟糕, 一个叫做卡罗的女人, 拨打了美国911报警电话, 声称有人在她的房子里, 我们前往调查, 仔细搜查了那个地方, 但什么都没发现,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老人身上, 因为独居老人, 有的因为痴呆和其他精神问题的出现, 导致出现幻想, 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但是这个女人才24岁, 也就是说, 整件事只是幻想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而且她看起来, 也因这件事而心烦意乱, 看上去不像是在骗人, 我们离开了她家, 并且告诉她, 如果发现任何异常, 再联系我们, 说实话,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当第二天再次接到她电话的时候, 我们有点惊讶, 我们再次开车前往, 搜查了那栋房子, 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找到, 但是这一次, 这栋房子看起来不一样了, 在细节上, 好像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 变成了跟昨天不一样的另一个地方, 我的搭档贝克, 说他也注意到了, 但也搞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什么也没说, 只是告诉卡罗, 没有发现异样, 但是他要求我们留下, 他说, 我把他录下来了, 他拿出手机, 让我们观看他打开的视频, 是他在房子里的影像, 他当时正呼吸急促地跑来跑去, 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了, 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从头到脚都照在一件黑色的紧身衣里, 当他笨拙地走向摄像机时, 卡罗尖叫着躲进了房间里, 反锁了门, 传来几声砰砰的砸门声之后, 我们听见了离开的脚步声, 我们不知该对这段录像做何反应,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 这个男人一定是在卡罗躲到门里后, 立刻就离开了, 但是我们赶到的时候, 大门是锁着的, 而卡罗告诉我们, 他并没有离开过房间, 难道他也有这栋房子的钥匙吗? 这能解释很多问题, 但同时也令情况变得更糟, 我们决定今晚监视他的房子, 我们分别用没有标记的车, 停在大约一个街区外, 时刻保持着清醒, 准备一旦看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就立刻行动, 大约凌晨两点, 我们看到有人穿过街道, 朝他的房子走去, 但这并不是那个男人, 而是卡罗自己, 贝克跟我都很疑惑。 我们从车里出来, 前往那边, 是已经敲着前门, 但没有人应答, 我们看到灯光时亮时暗, 但并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想让我们离开吗? 过了一会儿, 我们接到了调度员的电话, 告诉我们卡罗又拨打了911, 说现在有多个人在他的房子里, 询问我们是否需要支援, 我们同意了, 我们毫不犹豫地闯进门去, 客厅里的灯仍旧时暗时亮, 但我们看到了灯的开关, 没人在动它, 我们呼唤卡罗, 没有人应答, 那个地方一片死寂, 我能看见邻居家的灯光, 因为这场骚动开始亮起, 我们冲上楼梯, 和上次一样, 仔细搜查了整栋房子, 但是什么都没有, 就连卡罗都不在, 但不久前, 我们分明看见他进来了, 正当我疑惑不解地来回夺步时, 贝克大声说, 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房间, 你在说什么玩意儿呢? 我回答道, 贝克说, 我数过了,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一共有9个房间, 而现在有10个, 你没注意到吗? 我逼着自己仔细回想, 我之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来具体是什么, 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是地下室, 上次只有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门, 贝克点点头, 现在有两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看来看四周, 试图找出破绽, 但是毫无头绪, 大约10秒后, 我们听到了一声敲门声, 那声音听起来很激动, 我们从客厅窗户往外望了望, 但并没有看见红蓝交错的警车灯光, 我们有点犹豫要不要答应, 后来我决定上前一步, 但贝克把我拉了回来,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 低声说, 我们进来的时候没关门, 你还记得吗? 他是对的, 我的无线电开始出现滋拉声, 是又一通来自调度员的电话, 告诉我们应该立刻离开这座房子, 卡罗又打过电话了, 他用死气沉沉的嗓音, 不断重复说我们会死, 敲门声停止了, 但我们能听见地下室里传来的脚步声, 有什么东西跟我们一起在这栋房子里, 我们受够了, 决定离开这该死的地方, 正当我们走下楼梯时, 听见厨房里传来声音, 卡罗走出来, 挡住了我们通往门口的路, 他看起来像是丢了魂, 用一双空洞茫然的双眼紧紧盯着我们, 你们找到他了吗? 他问, 声音里没有一丝情感, 我觉得他可能在地下室里, 你们为什么不去检查一下? 贝克和我都吓呆了, 他一直盯着我们时不时直至地下室的门, 现在那里的脚步声听上去像是在绕圈子跑, 我们无视他的要求, 突然加速, 越过他跑出了前门, 职员还是没到, 所以我们决定回到自己的车里, 但是我们看见路上, 有人看向我们驾驶座旁的窗户, 他身材高大, 穿着看起来像是黑色紧身衣的套装, 他把视线从车窗移开, 直直地看向我们, 距离太远, 我们也看不清, 但是那件套装, 看上去并没有任何露出眼睛的孔洞, 贝克高声说, 先生, 请远离那辆车, 话说到一半, 他的声音就颤抖了, 他吓坏了, 贝克刚说完, 那个人影就开始跑向我们, 他跑得很快, 太快了, 就在拔出枪的时间里, 我们意识到, 他已经从我们身边经过, 跑进了那栋房子, 我们快速地跑进车里把门锁上, 一直等到职员到来, 职员终于到来后, 我们被问了很多问题, 同时, 一只看上去像是特警的队伍, 搜查了那栋房子, 但是, 向我们问话的, 并不是警局的长官, 而是穿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制服的什么人, 他问了我们一些问题, 比如, 房子里面有几扇门, 卡罗到底长什么样, 以及, 我们有没有看见一个独眼的男人走来走去, 对于所有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都很模糊,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看见特警队抬着许多单甲, 装进自己的卡车里, 那不是救护车, 而是他们自己的卡车, 最后, 那个对我们问话的男人让我们回家, 并像往常一样跟警局报道, 他告诉我们, 不要因为在里面看到的东西而担心, 我们开车回到了警局, 途中, 我们都没有说过话, 在停车的时候, 贝克终于叹了口气, 兄弟, 杰克简直疯了,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呢, 谁是杰克, 他同样疑惑地盯着我,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就是那个房主啊, 什么, 房主是一个叫卡罗的女士, 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我们疑惑地凝视着对方, 好像过了整整一分钟, 但什么都没有多说, 我们都沉默着下了车, 分别往家里走去, 认为对方有严重的问题, 我把头埋在枕头里, 试图不要想太多, 大约过了三小时, 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但立刻就被电话吵醒了, 我用勉强清晰的声音接听, 我们需要你, 有一位女士拨打了911, 说有人在她的房子里, 我的心微微下沉, 而当她告诉我地址时, 我崩溃了, 那就是卡罗的地址, 我挂断电话, 瘫倒在床上, 只希望这场噩梦快点结束。 我原以为结交了一个好朋友, 没想到, 他竟在背地里一直算计我, 我大学毕业后, 在家附近找了一份文职工作, 工作内容也是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件, 以及汇总一些资料。 时间长了, 越来越觉得这工作很没劲, 让我看不到前方的希望, 再加上, 跟同事相处的不是很愉快。 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个同事, 叫小美, 当时觉得她人很好, 很乐意帮我, 慢慢地, 我跟她成为了好朋友, 但是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变了, 开始算计我, 我躺在沙发上, 一直回想着跟她的点滴, 但是始终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变了, 我越想越烦躁。 事情是这样的, 一开始我跟小美是真的很要好, 在公司里形影不立, 放假了还经常约出来玩, 但是过了一个月后, 我的工作频频失误, 而每一次都跟小美有关。 有一次我跟她约好中午一起去吃饭, 但是当时组长给我们交代了一些工作, 必须要下午两点前处理好, 本来想着早早吃完赶回公司。 当我快吃完的时候, 小美她说有一份文件约了人来餐厅去, 叫我在这里等下, 她出去办点事, 可是等了大半个小时都没有消息, 我打电话给小美也没有接, 最后我只能带着文件回公司, 可没想到小美当时正坐在办公室里, 我过去质问她, 她却说手机调了静音没留意我的消息, 而我当天因为没有完成工作, 被组长责骂了。 过了几天, 小美突然闹肚子了, 说有一份文件急着传真过去合作公司那里, 叫我帮忙处理一下, 过了一个小时, 组长气冲冲地走过来问我们是谁发了传真, 小美指了指我, 我当时一脸懵逼, 组长指责我说这是给另一家公司的合同, 怎么连这个也能搞错, 我看了看小美, 而小美却转头望向别处, 事后我问她是怎么一回事, 她却说当时桌面是有两份文件的, 是我自己没细看, 好吧, 我也只好吃了这哑巴亏, 但是这次, 我终于意识到小美并非善累, 周晚上小美突然告诉我, 第二天合作公司的领导要来, 叫我十点钟先到公司招待客户, 第二天我赶到的时候, 组长却黑着脸说我, 我要你们九点半在门口等, 你十点才给我来,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很委屈, 我打电话问小美为什么要陷害我, 小美却一直狡辩说是我听错了, 我知道是不可能听错, 因为我还向她反复确认过时间, 我想了很久, 决定约她出来问个清楚, 我到底得罪了她什么, 为什么她三番四次的陷害我, 可是她很冷淡的面对着我, 始终闭口不谈, 我也有向别的同事打听过, 还是一无所获, 自从那以后, 除了工作以外, 小美也没有再主动找过我聊天了, 直到后来我辞职换工作了, 也还是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得罪了她, 这或许, 已经成为了我这辈子的一个心结吧。 这事就发生在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 一想到那件事, 我的心都还在发抖, 我是一个女调酒师, 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小咖啡馆工作, 这家咖啡馆也用作表演的场地, 白天我们提供咖啡和午餐, 到了晚上就变成热闹的酒吧, 会有乐队喜剧表演等, 这天晚上有一场开放卖喜剧表演, 但来的客人不多, 所以我们提早打烊了。 当天来了一个熟客, 在喜剧演出的时候点了啤酒, 她看上去很紧张, 但是作为一个女调酒师, 我时常会遇到害羞的, 或者不想和女生说话的男顾客, 所以我也没有多想。 她坐下来, 小口喝着啤酒, 看着演出, 因为提早打烊,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走了, 我把门锁上, 好搞完卫生回家, 我把最后的顾客送出酒吧, 准备锁门的时候, 看见之前那个男的, 穿过后面的走廊进了男厕所, 不到一分钟之后, 他破门而出大喊, 快来过来, 我需要帮助, 我站在走廊另一头, 问他怎么了, 厕所堵住了, 地上都是水, 快过来帮我清理一下, 我看出有点不对劲, 于是回答说, 没事的, 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 我会把它脱干净的, 我要打烊了呢。 他接着朝我嚷嚷, 想让我跟他到厕所去, 当时我站在走廊上, 离他大约五十厘米远, 最后, 他气势汹汹地朝我走过来, 想抓住我的胳膊说, 你现在就得跟我过来。 我立刻把手伸到前面, 好让他没法继续靠近, 然后告诉他必须离开。 他走了出去, 我则在他身后锁上了门, 我去厕所查看那里有什么故障没有, 地上根本没有水, 我冲了下马桶和小便池, 一切正常, 我开始紧张起来, 以防万一我拿出折叠刀, 别在了裤腰上。 就在我清洗咖啡机, 给酒瓶塞塞塞的时候, 听见了一个敲击声, 我抬头看了看商店前门, 那里是一扇大窗户, 上面还有窗帘, 刚才那个男的正在敲窗户, 像个疯子一样大笑着吵我挥声。 我看到他走到门口拉了一下, 门没开, 因为他走之后我把门锁了, 他开始尖叫着猛敲玻璃, 说, 快把门打开, 老子我要杀了你! 这时我鼓起勇气走到吧台附近, 那离门差不多二十厘米远, 然后我掏出刀, 死死盯着他的眼睛大喊, 我要报警了, 赶紧从这儿滚出去! 他微微一笑, 走到透过窗子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我越想越害怕, 我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哭着报了警, 告诉美国警察, 店里只有我一个人, 有个男的想把我骗到厕所去, 他现在在外面, 正想办法到里面来, 我等了一个半小时都没有警察过来, 我又打给我男朋友, 他开车来了店里, 我的经理则是在家里盯着监控录像, 确定哪个人没再回来, 我交了押金, 然后马上开车回家, 我男朋友就紧紧地跟在我后面, 从那之后, 酒吧的男服务员都会跟我一起上班, 确保我不是一个人, 经理们也会在我上班的时候留意监控, 后来就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了, 请不吝点赞便, 转发转行, 押金三次较,